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到Google這邊我們找圖對不對 好 假設 找這個啦 哇 這個 就要找可愛一點的 不然就要找這種出出可憐的 對不對 假設你要這三隻的話 你把它點下去 一樣 這個其實比較大張啦 所以我就不要那麼大張 我找小張一點的 你如果覺得 你看全部都是大張的 我就找其他大小 這裡也有 找中的就好了 不要太大張的 好 記得要點看這裡 這樣才是 那個 大圖 你不要直接縮圖那邊就把它 存下來了 那麼像這一張的話 其實 我在這邊 如果你用拖曳的也是可以 像我們這邊直接就這樣拖進來拉上來就好了 這樣也OK 都一樣的 那其實他你進來的時候你剛才事實上有注意到 他有給你一個說明 如果說你真的要去背的是比較像毛髮類的比較複雜的 他這裡有告訴你 要怎麼做 也有這個教學喔 他有一個教學在哪裡不見了 我記得有一個教學 他如果你要去頭髮了他可以做 那我們先看 你要的 利用綠色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一般如果說你要 一般要抓圖片出來 大多數 以前的經驗就告訴你是不是要照著邊緣走 對不對 可是這個就不太適合 你只要畫在你要的裡面就好了 裡面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在做的時候 像我不要的 我不要的就是在 不要的那個 外面那邊 我不會在邊緣這邊做 有沒有 他會自動判斷 一般來講其實很好做的 就像這種 像剛剛黃色小藥也好啦 或者像這個背景清楚的 對不對 跟背景跟主題已經分得蠻開的 其實都很容易 但是你要會一個就是會滾輪 往前有沒有放大 因為尤其是比如說像這裡 可能你會覺得說 不大就是 他的 不大OK的 有去的不夠的 或不大OK的 比如說這裡我就看到 這裡是不是去太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告訴他 這裡我要喔 但是你不要點到旁邊 只要點到他裡面 突然一點點 他就自動把你計算了 那你可以從左邊做 其實也可以從右邊做 你看我們在這裡 我在這邊我們找看看 這裡有一點點不OK 這個時候我的筆刷就會怎樣 小一點點 好小一點點 我們來這邊 來這邊 好來這邊告訴他 這一個 要變 不要的 好來這裡點一下 有沒有比數要小小 他是去的範圍就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你要會的喔 這樣子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邊邊還不要的 有沒有 你看我只要點到一下 他就會自動把它去掉了 有沒有簡單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比我們傳統去背 似乎快了很多嘛 好那這個旁邊也是一樣 點一下 就會他就在把旁邊去除 好所以其實你可以從左邊可以看到他輪廓 右邊的話 來這個有多做了不小心按到了你可以mark一下 OK 那麼你看 左右兩邊 這裡 好這裡也不是很OK的 我就在拿這支筆的工具告訴他這裡不要喔 他就會幫你做得很好 在這邊 然後這邊多了 一樣 很單純的你就是點一下 他 筆算又講他的範圍就不會凸得很多 好就不會凸得很多 所以為什麼說 你要學會就是像這樣子去 把那個輪廓 稍微旁邊這樣看一下 像這裡你要比較大一點的話也可以 去掉 告訴他這裡 這裡 事實上我平常比較喜歡用點的啦 我比較少會用就是直接用土的 因為用土的有時候會弄太多 有時候會弄太多 所以大部分我都先點一下點一下 看看他那個比較不OK的位置 弄好了 就差不多了 好 假設到這邊為止 你就可以把圖片抓下來了 那 一般呢其實你也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去好了 假設你以後 你的簡報你可能是放在哪裡 放在不同的背景上 你也可以先比對看看 比如說是黑色的 你就可以看看有沒有區別的不OK的地方 因為有顏色進來的話你會比較清楚 不過記得一件事情喔 等你比較完了要麻煩變成 透明的 不然他待會下載下來那張會有底色 所以我現在恢復回來之後 從這邊 直接下載 那重點是 同學要認識這個格式 這種格式叫什麼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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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是 PNG的這個格式 因為PNG的格式呢 他可以帶所謂的 透明度 而且透明度是 256種程度 就是從不透明到透明 那一般歌比較常見 是 JPG GIF 很抱歉 JPG是沒有辦法透明的 GIF可以透明 但是只有一個顏色 所以效果不好 如果你們有用過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什麼 Office裡面不是有一個去背的工具嗎 點一下 吸一下 它變透明 那個很抱歉 效果都不好 不可能去這種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存下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要這個 我們等一下 要做的是簡報 簡報 實際上 不管你是用phrase 還是用你的powerpoint 還是要做具備 有時候你報告要不要 也要 所以 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讓大家稍微學會一下